就會往前釣 我把繩子扣到我的鞋子上面 沒關係啦 釣下去我再幫你撈起來 超怕站不穩 害我使出殺手劍作弊一下 沒想到魚兒才剛放下水 瞬間 大隻的來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牠了 我看到牠了 有沒有 吃掉了 這個其實牠就是有 那個駁魚的那個快感 換個池子挑戰更大尾的 有感覺嗎 有沒有覺得自己重心不穩 我剛剛覺得還好你拿小的給我試 我覺得如果剛剛在那尺 我可能就先下去了 捲好袖子 再套上剩下不多的魚兒 勇敢挑戰這裡的王牌石斑 很大喔 這個就是大魚的聲音 然後小魚的聲音就啪 下去吧 終於第一隻石斑上鉤了 雖然不是我親手釣的 但近距離看也很過意 你說這隻大概多重 大概三斤 摸摸看好了 牠皮膚很好耶 對啊 這隻膠原蛋白 這個就是膠原蛋白 你等一下可以在臉上摸一摸 我摸你臉上 既然釣到魚 不免俗一定要拍照打卡一下 來這裡不只能留下美照 還能品嘗美食 我剛剛是在外面體驗 駁魚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是 那我們現在換到這邊 可以看到料理 所以在這邊也可以做一些 DIY的體驗嗎 對 那這個行程其實是我們 目前在推的一個農村廚房 這邊的肉它是沒有筋 沒有油脂 對 那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比如說是肥力這個部分 石斑魚先切成一公分厚度 接下來簡單調味一下 家裡我們平常就可以 用一點鹽巴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下鍋了 在鍋裡煎到滋滋作響 等待兩面金黃恰恰 就能起鍋準備擺攤 淋上和風醬搭配沙拉 清爽又營養的料理簡單上桌 不只能自己動手當小小廚師 還能吃到這裡的招牌菜 鋪上誘人可口的烏魚子 粒粒分明的炒飯 還能吃到鹹魚丁菜脯層次豐富 用味噌蔬果昆布熬出來的高湯 鮮甜可口 配上肉嫩皮Q的石斑魚 讓人一碗接一碗停不下來 從鮑魚體驗到魚料理DIY 遠離都市來場農村之旅 換個環境也換個好心情 記者上海旅學號新竹報導 先休息一下 廣告話來持續鎖定年代關鍵字 我們要帶你前進 基隆暖暖的傳統市場 在年輕人的創意發想之下 這座傳統市場 有了不一樣的咖啡美食味 基隆暖暖傳統市場裡 有家別出心裁的咖啡店 老闆劉淇涵在外生活十多年之後 返鄉接手外婆跟媽媽在市場的麵攤 他把老麵攤注入文青峰 改造成咖啡店 還找來弟弟 選用市場裡面的新鮮海鮮煮義大利麵 讓傳統市場有了新的生命 市場都是包山包海啊 對啊 有魚有肉有菜有雜貨有咖啡 賣什麼都不奇怪 拿鐵八十 好八十吧 對對對 那只要五十塊 謝謝 因為在市場裡面 我們剛剛我跟我弟兩個 就覺得很特別 所以想說來試試看 市場中喝咖啡是一件 蠻特別的事情 然後這邊的話算是 鬧鐘取勁的感覺 像 ikke一樣 一樣 然後呢 就是 填 是 偶enn 裡面